今天是我在吉大港的第二天 今天换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酒店 昨天我住那个酒店差不多就出病来了 床烧雨那么一点点味道还好 我还勉强能够介绍 空调好像是坏的 冷制冷 但是风是换不了方向的 用遥控也不会动 用手去摆 摆来摆去还是对着床吹 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有点鼻塞 流鼻涕 我就怕生病 所以就赶紧换了一家好一点的酒店休息一下 在这种外面里乡 最害怕的就是生病了 生病了之后你就只能 呆着那个养病走不了了 然后那个养病的成本 还有你的时间就浪费掉了 所以今天就干脆花多一点钱 找一家好一点的酒店休息一下 其实整个孟加拉国 他们旅游资源的非常有限 你要说自然景观的话 有一点点自然景观 也就是吉大港东部的这个山区了 但是这边山区还得需要办通行证 所以我今天下午就赶紧去把这个通行证给办了 各种方式都体验 又搭了一个摩托过去 150大卡 10块钱左右 大概有三四公里吧 跟那个都都车差不多 跟那种三轮车差不多 出行方式都差不多 就在看这个地方 是吗 是吗 我去到这边 跟那个路上 什么地方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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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在極大港市公安局角色的地方 剛剛到辦公室去問了 東部山區是不允許外國遊客以私人身份造訪的 必須要聯繫旅行團過去 孟佳勒其實沒什麽理由自言 自然景觀有一點自然景觀 自言全部集中在極大港的東部山區 但是東部山區相對比較敏感 嚴格講是以前比較敏感 因為那邊主要是山地民族 山地民族信仰佛教為主 佛教跟印度教更接近 某種程度來説佛教就來源印度教 所以他們文化更相近 在孟佳勒獨立的時候 他們更想加入印度或者是尋求獨立 最後還鬧了出現了一支民族武裝 在那邊抵抗孟佳勒政府 但是好像幾十年前 九十年代之後 他們就已經達成民族和解了 不知道為什麽現在已經是 2022年他們還管得這麽嚴 還是比較敏感的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剛剛查壹下 這個棟樓還不僅僅是他這邊的警察局 相當於極大港區的政府部門 他這邊區有八個區 八個區就是省一級的行政單位 大區下面有很多市 縣什麽的 像極大港市 屬於極大港專區 極大港區下面的一個市 區的辦公室 辦公樓 相當於我們的省委省政府 這裏還有個紀念碑 應該是什麽名字的 好多人在這裏獻花 以前花的幹了 區政府大樓背後有好多小攤 搭個棚就在這擺攤了 賣點麵包 賣點茶糕點 香蕉 車的廢的 應該就是政府的車 報廢丟在這吧 喝一杯茶 我也不知道多少錢 等下再看 而且他們倆在這用手機玩遊戲 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 他這邊喝這個甜茶 杯子還蠻大的 值半杯了 但是比街邊賣那種 搞個小茶杯那種要大得多 這個香蕉這樣一個一個 你看他的腳下那麽多 How much 20 20 OK 在這裏擺他 需要給錢給政府嗎 Pay money Government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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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where 誰都可以在這裏擺他嗎 你在這裏一天可以賺到多少錢 500 600 我還以為是跟那個政府租的 他們說不要租金 隨便可以在這裏擺 按照我們的思維的話 不收錢 還不擠破頭 但是人家並沒有 這個是一個很神奇的操作 這個是他這個大院的後面一棟樓 這個就比較現代了 這是他們的古復巷 下面應該是那些停車場 這是他們的停車場 這邊是停小車的 這裏也有一個人在這裏賣小吃 這是他們的法業 這應該是在開庭還看吧 法業二勞拐腳這裏也有兩個在賣小吃 基本上他買壹層拐腳的地方 都有人賣小吃賣茶的 其實有人民群眾的地方 就會有人民群眾的痕跡 法業也是倒出垃圾 其實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發了程度的問題 你看我在整棟樓上面轉了壹圈 沒看到有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不是隨便丟 他就是壹個壹個的審判廳 不知道他這個房子上面 為什麽會凸出來壹根壹根的柱子 他是之前壹流了想 繼續加高還怎麽樣 我現在是在法院大樓的頂部 這裏應該是政府大樓的頂部 這裏應該是政府大樓的頂部 這裏就是法院的大樓 這裏是政府大樓 中間很窄的壹個小巷子 我現在從法院出來了 這個四層樓 四層樓全部都是各種各樣的審判亭什麽的 好像他這邊審判亭蠻多的 買壹層大概有十來個 出來 這邊各種複印的打印的 一種機器 其實咱們就在這個路邊搭個棚子而已 下面好多桌子 他們應該是在這裏提供壹些什麽 法律諮詢服務之類的 這是壹眾政府的大樓 我不知道是幹嘛的 好多人在這辦事 政府門前那條街好狹窄啊 政府一個拐兩個彎 就感覺藏在這機民樓中間了 政府門口這條街本來就狹窄 因為很多人到政府裏面辦事啥的嘛 所以有好多人在這裏擺攤 就更狹窄了 從大街上來的 到時候都是攤販 Hansen 這裏面的馬路 從這進去就是政府大樓 這是政府大樓的門牌 還有 這裏面的駕駛 來吧 我就是看這裏面的駕駛 現在了 我刚刚在那边拍了政府大楼 拍了法院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多钟 现在搭了一个Uber 过去港口去拍一下那边七大港港口 其实早上我已经飞无人机看了一下 确实蛮大 西装巷几公里 尤其河道上面有很多船排着队 看得出这边确实还是充满狐狸的 这个国家还没那么发达 港口外面正在扩建 到处是在施工 应该还搞一个高架桥 各种车辆 这边应该是港口办公室 这边应该是港口的一个入口 前面就已经拦住了 就不让进去了 这边就是那个马路 施工的马路 预防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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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 旁边 烧 这是